大家好,我是Ivan 今天來到銅鑼灣這一邊 現在就在維園旁邊 大概是百德森街 京士頓街附近 對著Fashionwalk的位置 今天打算拍一個展覽 就是這個 高達之父大河元邦男的展覽 如果是高達的粉絲 或者有追蹤大河元邦男的觀眾 應該都會留意到 這個展覽其實之前已經搞過一次 早幾個月前 在海洋公園搞過一次 不過今次就疑似過來 銅鑼灣這邊是不用付錢 你不用付200元 而且是任你走 不需要限制一個小時 那我們就儘管進去看看 樓下門口這一層 其實是一間紀念品店 專賣高達之父大河元邦男的 一些 souvenir 我們先看完展覽再上來看看有什麼買 這個展覽由7月1日到8月31日 來到地府這一層 左手邊就不是了 是另一間店 展覽區域只有右手邊 長身有很多的納貝 還有少少的雕塑 這一邊就有 一連戰爭裡面的機啟 遠祖高達 魔蟹 老虎等等 還有大摩 旁邊這裡就有 自戶 還有遠祖高達 這一邊就是 三隻大摩對戰 遠祖高達的場景 當然不少得最後一場戰爭裡面高達的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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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是高達的機體 這邊就是高達的機體 有些是設開了一半方便大家看看裡面的結構 不過不說大家可能不知道 大學員邦南除了設定高達之外 也有設計到小傷盒 雖然這裡也有設計到小傷盒的 雖然這裡也有設計到小傷盒的 不過就是有些怪 你看到裡面 顯示裡面竟然有條頭髮 好像有點兒戲 最盡頭還有一隻勇者王的雕塑 而且展覽範圍都比較小 真的一壓忘了 所以如果你是早幾個月 在海洋公園給了二百多元入場看的話 你就不用擔心了 因為你看的東西應該比我免費入場看的東西多 門口的衛視 終於搬走紙箱了 我可以看到很清楚看到這個展覽的名字 剛才還以為是怎樣倒閉 還是怎樣放那麼多東西 原來在另一邊 走過重頭穿過別人的店舖 還有其他的手告題 穿過這個店舖 原來還有東西看 差一點點就錯了 走到盡頭這邊 有一些大河原邦男的手稿 幸好過來看展覽前有做到功課 否則都未必會走過看看有什麼東西看 不會裝一下這一邊 有沒有其他東西看 進來就看到有大河原邦男的手稿 還有一個模擬大河原邦男的工作室 大河原邦男除了剛才提到的高達小想盒 原來也有設計到其他東西 就是裝甲奇兵 我知道海洋公園的展覽會有一些真人高度的高達 大概1.8米2米給人拍照 除此之外 我就不太清楚 究竟跟這個展覽有什麼分別 所以如果有觀眾 有看過海洋公園的展覽 歡迎在下面留言和下聽 和這個不用收錢 免費的展覽有什麼分別 看看紀念品 看來和海洋公園的產品非常相似 有一些大河原邦男50周年的膠牌 今年仍然是50周年 另外亦有一些花絲 毛巾、襟章等等 一隻我買不起 大家應該都不會買的萬希全售錶 另外就是模型 模型不太多 看來只有1款 就是360元的RX78 遠祖高達RG版 它是大河原邦男50周年展 特別的 特別多了這張貼紙 還有有少少新的特效 這兩款的膠牌已經問過了 都是280元的 280元 另外這些杯墊其實都可以的 比如這些 有些閃亮亮的效果 不算太貴的 80元 就是80元一個 原來下面這三樣東西 是一個Cumjohn 油票 和巴勒通的套裝 中間這個就是Cumjohnsat 680元 旁邊440元的是巴勒通 最後右手邊這個就是油票380元 我最後就買了這個80元的杯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適合心想的貨品 聽聞巴勒通其實都挺多人想買 這間店裡仍然還有巴勒通 大家有興趣可以過來看看 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拜拜